动创新内阁 赞 第五波内阁人士揭晓 椅子排开 这些人几乎都是手面孔 如何在取缔非法渔船越界 跟支持海巡执法正当性 这个经验在管主委的身上 应该是感受最深的 除了海委会主委管毕林 还有乔委会委员长徐嘉青 财政部长庄翠云 人事长苏俊荣都续任 农业部陈俊记代理部长珍楚 唯一新任的主记长陈俗兹 现任台南市演考会主委 曾任主记处长历经四位市长 就包括赖清德 我称他是节流跟开源的 二刀流的主记长 陈俗兹一脸不好意思 而新内阁从地方寻才外 身边的好朋友也可能入列 第二波内阁记者会时 走在卓榮泰后面这一位 正是前总统办公室主任林德逊 竞选期间担任赖清德主席办公室特助 21号和卓榮泰两人还被拍到 在超商一起喝咖啡 林德逊被点名将出任 行政院长办公室主任 另外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诚 也传出被征询进入国安会 而这两人都是扁政府的人马 遭解读扁朝大将要回归了 因为那天超商的咖啡 大杯的只要加十元就有第二杯 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 谈论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 还没证事不答的人士 卓榮泰依然保密 各界只能看图说故事 几句人李廷周波亭 才会